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市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每晚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权盘劳仓位解读 主要是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过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的 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连续在这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肆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奇权大肆每周大肆分析 今天是2024年3月24日 开始前给大家订阅小告白 如果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按下订阅和订阅小鈴 如果你认为那条影片的话 麻烦按下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新闻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们 好了,长话短算 我们来看看今天周线图 开始周线之前 我们就不如说一下数据 这个星期的高位 比前一星期的低位 低了241.15 只有16973.52 低位是16341.61 又比前一星期低了74.59 全星期的高位 比前一星期的低低了 166.59 只有631.91 全星期下跌了221.42 占大致1.32% 周线来说 仍然在第四阶段 技术指标持平 平得很厉害 下星期的阻力支持位在哪里呢? 在画面上 我想说一句 虽然这个星期下跌了下来 但其实 我们看看 连续5个星期 都在同一个区间里面走 走了5个星期 1,2,3,4,5 都是在这些位置 都是在17,000至16,000之间上落 如果再细分一点 就没有了 只不过在16,700 至16,300 这个位置 上落到400点上落 玩了5个星期 虽然中间有升过 但主要的区间 都是这400点 这几百点的 所以市场 你说好吗? 又不行 你说跌了吗? 又不肯跌下去 不过这么说 如果你看看周线 长线来说 都是跌的 说真一句 不过问题就是 这一转 它要横行多久? 要反弹多久? 要做多久? 这个运动 做完没呢? 我相信没有? 我相信仍然在上落 这些位置 你预计到低位 它有反弹 高位就按回来 那种 暂时都是上落 如果你问我 我还没看得透过这个时刻 不过你问 下个月会怎样? 有点烟细 不过留下星期六 再说 在四月回合会再说 想知多些 记住报名 时间不多 还有一个星期 下星期六就开始了 下星期来说 港股是四日四 星期五休息 其实美股也是 以后 内地上证 是星期五还开始 复活节假期 没有假放 我们跟美国佬才有的 纯粹周线 暂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都是横行格局 看看什么时候突破 始终都是偏淡 但是 如果你说 一尾叫淡行不行 又不行 复死你 没有的 上过17,000 不是没见过的 前周上过17,000 超过17,000 17,100多 如果你的淡仓 是16,000 1000 都复死你 暂时来说 都以上落市心情去看 我会这么说 没办法 因为市场真正方向 死都不肯出 死都要磨 那就继续磨一下 或者 时间未够 或者货量未够 等等 没什么特别 暂时先说这么多 回来说一下日线 回来见 回来日线图 回来之前 不如先说一下数据 这周成交比前一星期少了 14.627% 平均成交之后 1051.03亿 刚刚过了1,000亿 另外就是说 这个星期缩了 180.07亿 都挺多 因为你计算数 都占10% 下个光阴商转过 就是28号 就是刚刚这个月的月尾 现在来说 日线的趋势图 发展在第一阶段 技术指标暂时持平 日线的很大分界线 就是1664 6.13 大家留意 我来说一下日线图 这周日线图 基本上是一个横行格局 有裂口 然后又出现了 今天出现了大的上升烈口 然后第二天 就即时下来补裂口 不过留下一个很小的烈口 只有十几点 就是16点不够的烈口 会不会补裂呢? 我相信这个会补裂的 这么小的烈口 是会补裂的 又插穿了一条攻击线 不过是弹回上去的 那代表什么呢? 不死得 又不要弹得这么快 他要死住 因为起码要计算下跌讯号 这个是一个肥佬的下跌讯号 失败的下跌讯号 换句话说 他还没跌 这个升呢? 我反而会觉得有机会 因为有机会反弹多转上去 反弹多转是未必是一件 不能够的事 我会这么说 所以 暂时来说 我不会看得太淡 我这么说 不看得太淡 你问我会不会开淡? 我本人就不会了 我现在... 因为刚才周线都说了 他都在上落 试玩了五个星期 方向都未出 从日线 只能说是好一点 偏好一点 但是周线仍然偏淡 就是说最终都要跌下去 不过问题是 现在还没跌到 要淡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与其是这样的方向都不同步 周线日线都不同步 倒不如... 先去日线 如果他有位的 就吃一下 多多少少也好 说真的 这星期我都吃了几天 其实是否没有位 给你吃呢? 又不是的 基本上都有 但问题是 你能不能进场 还有没有吃虎 其实... 有虎就吃了 暂时的市场来说 还未是一个很持久的大方向 与其是这样的 暂时... 唯有就是 有虎就吃 淡仓不开 亦至讯号齐了才做 免得别人夹 那... 下个月点 刚才也说了 有烟细的 其支转仓都数了 那就... 留在四月分享会 的谷里面分享 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记住报名参加 只剩下个位不多 那... 下星期只剩下4个交易日 即是说 换句话说 星期三就结算 那... 接下来只剩下2天 结算前剩下2天 市会怎么走呢? 嗯... 这个星期原本我都想做会员后组 不过真的想不到有什么去做 那... 因为为什么呢? 上星期都说完了 即是市场基本上 上星期已经定了 我可以说一句 那... 结算价呢 差不多上星期已经定了 那... 我相信 不会相差太远 所以呢 都是暂时 这个星期 我都暂时觉得是上落市 即是... 给你帅了 就上面17000 坏了 就16000 就这么多 一个16000 一个17000 That's all 那... 那... 这1000点上星期上落落 剩下3天 让你玩完去 玩完再算 那... 那... 除非这样 除非星期一 有手影 那... 就是说 之前说的东西 他... 他吃饱了 他离场了 那就OK 否则的话 结算也应该是... 上星期说的那些位置了 那... 收到个朋友 再看一次吧 那... 没什么特别的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星期... 要不就... 磨到底 要不就... 除非星期一 他有改变而已 如果星期一有没有改变呢 就要留下星期二凌晨 先做所有的分析才知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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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周二会不会写出来 那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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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摸到底 上上落落摸到底 在这一千点之内 不打算爆了 那其实再细分点的区块在哪里呢? 上星期说了 本人后续朋友再看一次 好了,没什么特别了 稍后回来说一下 特别日子 然后见 回来说特别日子 下星期来说 因为星期五是复活节假期 基本上 我们在留意的市场只有 上证会开市 下星期只有四日试 包括美股也有四日 港股是星期一、星期三 行之星期一、星期三 期指是星期二、星期三 各指是星期一、星期四 其实都很分歧 下星期三个指数 到达发展 不过留意一件事 这里我想插开一点点 各指呢 暂时是三个指数最强 最英俊那个 包括科指来算 都不够各指好的 会不会是 在我们放假的时候 上证会偷步呢? 不知道 再来看上证 上证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五 星期五 刚刚是放假的那一天 那天会不会有些事情 很紧张呢? 道指 S&P500都是 一、二、四 纳指是星期三、星期四 追税的法则 一面倒 全部都是第一阶段 这么说 基本上 没变异的 只不过是持平的 没有一个很差的沽压讯号 或者 出现初步沽压讯号 都没有的 所以不要乱乱去沽 这七个指数 都是这样 不要说港股 或者美股 七个指数 最多是持平 但是真的没有一个 向淡的讯号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还有没有什么呢? 没有啦 这个礼拜 真的比较少一点 原因是什么? 市场还没有出方向 还在摸 那 会不会 复活节假期 才会出现呢? 很多时候 都是在长假期 出现了一些东西 这次要回头 是港股和美股放假 内地没有放假 那会不会是内地 出述呢? 把声抽上去那一下 让我们回去追呢? 我们未知的 那 留意一下这个礼拜 下星期 下星期 六 四月分享会 会再多一点 其实基本上 我今天都有些 不过 没办法 要留下关子 留下星期再说 好啦 虽然这个礼拜 这些资料就少一点 因为真的没办法 不是我不想说 市场真的没有方向 都要大家支持 给多点赞 分享给多些朋友 view数 这么少 真是好到实 没什么心思 想我有多点心思 想我做好些 甚至乎 做一个星期 做多一节 星期中的分析 看多 view数 调大一点 多些人在我 有心思再做多一次 做多一集 今个星期 好啦 这个礼拜先说到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 在谷里面问 或者在下面留言 我两人都会回答你们的 好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周大事分析 下星期见 拜拜 下星期见 下星期见 咱就来 下星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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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demi